台中有一名皇姓男子假借从事原意栽种 以高于行情的价格每个月五万元来乘租农地 事实上男子雇用了砂石车 把废弃的建材等等杂物 直接倒进了农田里面 试图掩然耳目 结果民众发现之后报警 警方也当场查信到好几辆的砂石车 远警狂敲窗 是一砂石车司机下车 但对方就是不理会 司机拉下车窗 不过拒绝下车 因为他原本要将车上载的废弃建材 倒在附近的一块四分地的农地 却惨遭警方包抄围捕 下车一下下车一下来 杂石车司机受负一名皇姓男子 要把废土再运到农地气质 原来这名皇姓男子假借原意栽种 以高于行情的租金 每个月五万像不知情的农民 乘租农地 事实上却是盗挖农地 回田废弃物被激情的民众发现报警 检发应法开出至少四万以上的罚单 提醒民众出租土地前 先搞清楚成足对象跟用途 以免被回田废土 后续庞大环保清除费用 要付出百万甚至千万以上的代价 记者综合报道